另外带你看到光丰地区农会家政班美食创意料理竞赛行之有年 这次配合年度冠军米王出炉 特别办理第二届吃饭比赛 一大碗工的白米配上肉燥卤肉汁香气四溢 姐妹们不顾形象 一个大碗工的米饭整碗捧去吃 个个斗志高昂 光丰地区农会推动食农教育 将行之有年的家政班美食创意料理竞赛再升级 家政班姐妹们也端出一道道鲜食美味与众人分享 这里是南瓜沙拉 稿菜叫做青果瓜石 两半青果瓜石 从过往以米食为主题的创意料理竞赛 现在升级到运用在地鲜食蔬果食材来搭配 不论煎煮炒炸蒸 也难不倒家政班 姐妹们修出一手又一手的好创意好厨艺 又加一点蔬菜下去 增进我们夏天的食欲 派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 所以有那个蜜桃香 有柠檬香 还有有蜜蜜蜜 再加上它 挑完瓜 我们就让我看有没有这个 黄瓜 用黄瓜去做 因为我平常 现在的人讲究养生 除此之外 光丰TG农会112年持农教育 创新整合计划中 配合年度冠军米王的诞生 在赌办理吃米饭大赛 推广在地米食产业 一大碗工的白饭 配上肉燥在淋上 滷肉汁香味四溢 令人食指大动 姐妹们 哥哥不顾形象 大口大口的吃 竞赛气氛热络 中共五轮的吃饭比赛 农会选出每一组的前三名 颁发在地出城的白米 参赛选手 哥哥开心的表示 吃饱饱又有奖品好拿 十分实得 而光丰地区水稻 种植面积有将近600多公顷 近几年在积极辅导 以及农民用心栽培下 稻米品质也不输 华林南区稻米之乡 所产出的米 总干事张明发说 办理理食穿意料理 以及吃饭比赛 寓教育乐之外 也鼓励大家 多吃米饭 支持台湾水稻产业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